17. 承報 泰遣犯偷盜者已加入恐怖組織 2015年7月11日兩岸A12 本部兩岸早報導 北京《環球時報》引述中國公安部證實 泰國向中國遣犯白名偷盜者主要來自新疆 計劃通過東南亞國家輾轉到達土耳其 再到敘利亞、伊賴赫參加恐怖活動 而土耳其民眾的抗議持續 若白示威者週四衝擊中國駐安卡拉大使館 中國外交部昨日批評 外國勢力無端指責中泰正常執法合作 甚至將知政治化、有違相關國際公約 網故事實縱容偷盜者中國外交部華春瑩昨日 再回應泰國遣犯維族人回華事件稱 中泰根據有關國際公約和雙邊合作協議 將非法偷盜者遣犯中國 是國際打擊非法移民和偷盜問題的正常合作 一些外國政府和勢力妄固事實 毫無根據地將非法偷盜者稱為難民 將中泰執法合作政治化 這是對非法移民和偷盜活動的縱容 也違反相關國際公約和法律 中方絕不接受 朱安卡拉大使館被閘北京環球時報引述公安部證實 非法偷盜入太人員者是在境外組織 偷盜團火的精心組織下非法出境 大多便賣家產、拖家大口 既有涉嫌國內刑事犯罪 也有在國內從事食恐活動 還有不少事被果協出境 不少人計劃通過東南亞國家輾轉到土耳其 再到敘利亞、伊拉克參加恐怖組織所謂的聖戰 最終成為東伊運等恐怖組織的炮灰 泰國政府日前遣返若白名中國籍維吾爾族返華後 土耳其民眾計攻擊泰國領事館後 若白名抗議者當地時間週四再攻擊中國駐安卡拉大使館 土耆以外交部還發表聲明 譴責泰國將為人遣返中國有違國制法 中國外交部昨日強烈譴責攻擊事件 要求土方嚴格抗招有關國際公約 採取有效措施設石保護中國等有關國家 再土外交機構和人員安全